各位头条和西瓜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民 昨天我也是专门就央视报导灰州燕事件做了一期视频分享 说实话,有些话没说完,而且有些话不吐不快 在此阿民也是向新来刷到我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求一波关注,希望大家关注我一下 然后我也是才刚刚做自媒体不久的 当然我想的也是做一些什么所谓正能量分享之类的 我也不说什么大主播的吧 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也不能保证我每次分享的这种视频 比如说都是什么精品的,都是说什么特别好的那种视频 但是只能说刷到就是缘分吧 然后希望大家刷到的能给阿民一个关注 能够帮阿民点点赞,然后帮我点个超级赞评论一下 因为对你们来说其实就是举手之了 其实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好,谢谢大家 话题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灰州燕事件来 我们都知道央媒以及什么人民日报之类的这种公共媒体 它的地位在我们国家是肯定不是地方什么媒体能够比你的 比如说成都,重庆,福建,上海,广东,哪怕是北京的 你肯定和这种央媒啊,人民日报这种的媒体完全不能比 地位就不能比 所以说往往在这种央媒的发生 在我们普通人心里呢 就是那种以正视听 有那种舆论导向性的这种作用 但我说实话 央媒这一次关于灰州燕事件的一个发生 我作为一件小名 我是觉得央媒这次的报道呢 大失水准 然后我还是分三点来阐述一下我的这个想法 第一点就说央媒资质媒体 灰州燕这个酒店方 税收问题 央媒资质媒体 这个呢 然后我今天就不做说明了 因为昨天的视频呢 已经说过了 然后第二个 央媒把这个灰州燕事件啊 还原了这个双方的原貌以后 他又重新把这件事情呢 基本上定性欲为 邻里之间的一个纠纷与抓扯 我们大家都知道 事件的起因 当然确确实实 是由那种邻里之间的 争吵推赏以及抓扯引起的 但是最终发展为 这种全国性的这种舆论事件 相当于最终发展成一个社会性事件 所以说怎么能把它最终又降格为 一个邻里之间的这种纠纷呢 我们把话回头说来 如果真的是一个普通的邻里纠纷 还犯了到最后 央媒最后还来做一个 14分钟的专题讲述吗 我觉得如果那样说的话 可能也未免杀鸡用牛刀了吧 而且央媒在梳理这个 灰州燕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后呢 对最终为什么这个灰州燕老板娘 成为全民众死之底的那么一个怒火 原因呢 一样是知智媒体 我们来说这个原因为啥呢 当然是这个灰州燕老板娘 她践踏了大众的一个尊严 灰州燕老板娘确实有钱 按她自己的说法 她亏了几千万都不存在的 她买一条狗都得七十万嘛 所以说只要别人敢说要弄死她的狗 她就可以弄死别人的小孩 可是对于像这样的泯灭人性的言论 姚妈最后介绍了吗 是不是避重就轻了 是不是知智媒体 这是什么 这是资本家的嘴脸了 这哪是我们社会主义应该有的这种言论了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姚妈这次的报道 真的是非常遗憾 不知道这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遗漏 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姚妹其实它也只是一个平台而已 所以说我们也只能说 这次来专访这个灰州燕事件的记者 有失水准 至于它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就遗漏了这些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当然不得而知 但是说呢 你不能阻止我们遐想 你不能阻止我们的猜测 而且呢 当你发布出来以后 你不能污住我们的嘴 所以我们也只能说 真正大失水准的呢 是这次去专门采访这个灰州燕事件的前方记者 你说他没有听到这个灰州燕老板娘 这样泯灭人心的话吗 那好既然听到了 那为啥你 央媒在这个报道以及最终播出的时候 为什么连这个灰州燕老板娘 连谴责都没有谴责一下呢 大众很愤怒 全网的网媒很愤怒 想要这个灰州燕给一个诚挚的道歉 可是这个老板娘不愿意 你这个央视的记者来采访啊 你为啥也没有提呢 是你的觉悟不够高吗 是你的专业素养不够吗 我觉得应该都不是 是你的屁股可能没做对 在我们社会主义都有那么一句话嘛 屁股的位置决定态度 相当于你如果一屁股都没做端正 你最终发生就没有代表那个 你应该代表的那一方啊 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第三点 灰州燕酒店啊 它不是一家平常的酒店 这家酒店的那个能量啊 我觉得是远远超出它本身了 全国那么多城市 那么多酒店 我觉得酒店是多了去了 像灰州燕事件这样 引发全网愤怒的 最终还能够窥然不动的 我觉得这样的酒店 在全国也找不出几家吧 我相信这一点啊 就说不管是做自媒体的这些那么多人 或者说万千网民 大家感觉都很明显的 自媒体那么多的网红 最早到那个灰州燕事件门口去直播 被驱赶的 被恐吓的 被拉去关小黑屋的 被叫去喝茶的 连我这么老远的 我都有收到有私信说 问我想不想去喝茶呢 我说实话我不信 第一我没干坏事啊 我就做个自媒体口播 如果把我还叫到什么 蹦步去喝茶 我觉得这种事的话 我压根是不太信 我只那么说吧 如果我做这个自媒体口播 我这么讲述一下 我这么客观的讲述一下 这种灰州燕事件 这要把我叫到安徽邦都去喝茶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 我绝对出来以后 我专门做几期视频 详详细细的给大家讲 我这个怎么去喝茶的 喝了茶什么感受 但是我不相信那样的事会发生 因为为啥呢 我还是相信啊 这个正义它大于邪恶的 只要我们在这个法律的边界内形式 凭啥把我叫去喝茶呢 凭啥把我抓去关小黑屋呢 就因为我说了吗 关键是我没有造谣啊 我没有什么以谣传谣啊 实事求是的做个讲述 做自媒体国家都是允许的 所以说这点我是不信的 但是说这个不信归不信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 这个事件啊 从前到后 始终感觉到这个背后啊 有一双巨大的无形的手 在操纵着这一切 好像在掌控这一切 我们最早关于这个 灰州燕事件那时候 视频只要你是公正客观的 说对吧 想怎么发就怎么发 但是后来这个审核方面啊 就很严了 抖音是不能发的 西瓜视频和今日头条 是可以正常看得到的 说到这里啊 也是关于抖音看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呢 就是说搜索我的头条号 阿明闲来说 然后关注我一下 因为呢有些视频真的是 没法同步的 同步不了过来 好的我们回头继续来说这个事 就说呢很多时候 我们也不能确定 我们也不能肯定 但是呢我们分明就能够感觉到 能够感受到这种 确实是有那种 好像什么背后的那种势力在操纵 不然为什么那个灰州燕老板 会这么猖狂呢 以及那个什么厨子会说什么 在邦步啊 就是没有人敢查我们灰州燕 我觉得他真的可能不是说假的 就是说的真的 最后啊我们才来说说这个灰州燕事件当中啊 我觉得最失望的就是邦步当地人了 我觉得你们邦步是当地人 没地方吃饭了吗 灰州燕事件发生这么恶劣的事件 你们为什么还要去灰州燕吃饭呢 那些去灰州燕吃饭的人 你们是觉得自己脸上有光吗 我敢那么说 如果下次灰州燕老板娘和你发生这种抓扯的话 你敢肯定他会口下留情吗 你给他惹毛了 他不一样跟你那么说 就小心什么什么闹死你啊 这样那样的话 你以为他说不出来吗 人与人你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是看一个从来心地善良的人 你觉得就算是他生气了 他能说出那样子没有人性的话吗 他今天能够对这个小孩妈妈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觉得他下一次和你发生矛盾的时候 你觉得他能不能说出来 我觉得是能的 相当于在他自己的心里 他就觉得你这个样子啊 他把你压得住 相当于他怎么想呢 我上一次惹了那么一个全国文明的灰州燕事件 结果也没把我怎么招啊 你现在惹了我 我同样可以怎么怎么招你 我就要让你屈服 所以说我对这个邦布市当地的一些市民啊 特别是去灰州燕吃饭的这些市民 我觉得我特别鄙视你们 你们如果刷到我的视频 你也可以来吐槽我啊 反正我就是鄙视你们 你们有钱你到处去吃 你非得到那个灰州燕去吃吗 你们咋这么没骨气呢 哎 不说了吧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一个个人分享啊 喜欢阿民的 继续帮我点点关注 好的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